佛教,婚礼那天,新娘给嫂子下跪,常喊一声妈,令人感动,双方都是福根深种。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视频,一对新人结婚,新娘子临走时,突然转身,双腿下跪在哥哥嫂嫂的面前,并喊了一声妈妈,现场顿时破防,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在佛家人看来,这两人都是福根深种,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念成佛一起来了解下吧。 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念成佛带你一起修禅悟道,其实佛法五成中,人成的秘密都在这里了,如何为自己积福,让家庭和睦。 父亲爱,子女孝顺,扶缘不断的东西都已经包括进去了,且听小编来细细从不同角度解读一下,你一定会有所收获,长嫂如母,慈悲心。 这个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一位姑娘,自幼父母就没了,是由哥哥嫂子一手带大的,尤其是嫂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分工还是很明确的,男主外,女主内,尤其是在农村更是如此,所以一家的女主人的性格和格局,往往会决定这一大家子的门风和走势,与此相关的民间俗语和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 比如说七贤夫或少,这句话对应的案例就是秦琼卖马,山东好汉秦书宝曾经落魄,被一个小店的店主挤兑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不卖马还店钱,但和贪财势力的小人丈夫不同,店主的妻子却是十分贤淑,多次暗中接接二哥,后来秦琼英雄得志飞黄腾达,一锦而还的时候,那个店主吓坏了。 他把二哥计较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只好装死必获,后来秦书宝以百两黄金赠送店主夫人,报答他之前的恩情,这个小人靠着自己妻子的贤德反而因祸得福。 再比如说好女王三代,命要乞讨的娘,不要当官的爹,优秀的女性,引领着整个人类前进等俗话,以及相应的从朱仲巴的马皇后到民间无数朴实善良的女性的案例都证明了女性的伟大,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世俗之间和大慈大悲观世音的慈悲心最为接近的一种精神。 当然了,反面的案例也有很多,一位善良的女性对于身边人有多大的贡献,那相应一位恶毒的女性对身边人就有多大的灾害,像是怀疑侯韩信发达以后以百金报答疑犯之恩的嫖母。 同时也只给了曾帮过他的一位亭长区区一百个铜钱,就因为这个亭长老婆嫌弃年轻落魄的韩信来蹭饭,韩信来的时候他就故意收拾网块赶人,同样是女人,这恩怨祸福都在里面了。 而这位朴素的嫂子,面对小姑这个脱油瓶,如果按照当今世俗中许多重力轻易的公立主义思想的话,就连年迈的父母很多人都当作累赘,更何况毫无血缘关系的老公的妹妹呢,那肯定是拒之门外啊。 但这位嫂子没有这么做,从衣着打扮来看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未必有多少文化和懂得多少大道理,但却把老祖宗留下来的长嫂如母的优良传统重拾了起来。 不仅主动照顾小姑成年,连婚礼都是一手仇办,这和亲妈也没两样了,所以才有一开始小姑跪拜并喊妈的感人一幕,这样善良的女性,有没有文化,学不学佛,其实都不重要了,积善之家,必有于庆,善神庇护,恶神远离,这点毫无疑问。 小姑跪拜,感恩之心。 说完嫂子,我们再说说小姑,可以说,这是一位十分不幸的女孩子,自幼父母就没了,在如今的风气之下。 这样类型的孩子,要么去孤儿院,要么就吃百家饭了,童年不要说幸福快乐了,不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就不容易了,但是她又是十分幸运的,因为遇到了一位堪比母亲的好嫂子,有生活经验的师兄都明白,哥哥就算对妹妹在好, 由于性别上的差异,也很难照顾好细节的,遇到有人欺负妹妹当哥的,可能敢出头,但要日常琐事无微不至的关怀,那就太为难大部分的大老爷们了,更何况男人们平常也都忙得很,尤其是在农村,更不要说现如今许多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案例了。 娘都能忘,更何况妹,不过负能量总是相互传染的,愿意照顾弱小的越来越少,相对应懂得感恩的人也一样,好多人都把别人对她的好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不明白自己的潇洒轻松是由于家人替她负重前行,还认为是自己的能力。 不过这个姑娘并非如此,也有一颗感恩之心,所以婚礼当场不仅跪拜歌嫂,还发自内心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两个人都哭了,足见真情,相信她以后也会像孝顺父母一样地对待歌嫂的,而这样的善行,自然将来也会有许多善报。 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念成佛带你一起修缠悟道,两个孩子,孝顺之心,有些朋友只看到了小姑和嫂子,但可能却忽视了嫂子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这也更加说明了她的伟大,照顾两个孩子就够费力的了,但却义无反顾地又多照顾了个小姑,这些年来付出的心血之大,绝对是可想而知。 就像现如今城市里面,不少四位老人一对夫妻,六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都喊忙喊累,叫苦连天,我觉得看完这位嫂子的情况,真的可以好好反思一下了。 不要拿工作说事,在农村女人不是帮老公打工,就是下地干活,像城市里面从怀孕开始,就全职在家的几乎没有,但是这种付出,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两个孩子。 他们看到母亲这样的对待自己的姑姑,不用多说,他们都会明白将来该怎样对待自己父母,这也等于是给他们从小就种下了孝顺的善根。 其实所谓的教育,本就应该如此,身教的作用远远大于言传,许多人都在抱怨子女不孝,但您是否好好反省过,当年自己是如何对待老人的呢? 如果您对老人并没有尽孝,那凭什么孩子就要对你尽孝呢?不要说你天天都在教育他们,在具体的行为面前,在华丽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是前世欠账太多,孩子这一世就是来报仇的,这个未必能完全化解得了,但肯定也会有作用。 大家也不要走极端,死抓少数按理不放,而要看大多数的情况。 新郎和哥哥,善心地传播,负其和顺。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两个男人,新郎和哥哥,由于天性的差别,女人天生比较细腻感性,而男人则是粗犷理性。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女人们都是深受感染,哭得稀里哗啦的,男人多少就要矜持些,毕竟男儿有泪不清谈,哭多了让人笑话。 而当时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新娘跪下去喊嫂子妈的时候,新郎一开始冷了一下,显然说明,这不是提前设计好的噱头,而是真情流露。 但是接下来,新郎马上也就跟着跪下去了。 其实从伦理上来说,这只是女方的哥哥和嫂子,和她是同辈,她不磕头,也说得过去。 但小伙子的选择说明,她也是个善良的人,至于那位哥哥。 我想,全场最欣慰的人应该就是她了,别人都是要费尽力气说服老婆照顾妹妹,她娶了个好老婆,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且自己的孩子,妹妹和她自己都是直接受益者。 以上就是小编对这一家人的分析,这一天我并没有讲太多的佛学道理,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多余的,佛法在世间,本就应该在世间修行。 这样的场景远比一场法会更殊胜,因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这样的一家人正应了那句老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那位嫂子的善心的指引下。 正能量都会不停地传播,并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未来自然或是远离,业障消除,扶原不断,甚至就连周围的乡亲们,也都等于受到了一次正能量的传播。 各位师兄读佛经的时候,都会见到佛菩萨们大放光明的场景,很多人以为,就像电视电影里面五彩缤纷的特效那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光明就是正能量,它并不是靠眼睛看,而是靠心去感悟。 毫不夸张地说,这就等于是一次法会,我不知道别人感受如何,但我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心里一震。 似乎有光明一闪,然后残余的负能量又驱散了不少,就像是佛经中所说的佛光灌顶一样。 所以各位师兄,学佛念佛读经打坐都是很好的,也很有必要,但千万不要忘了入室修行,佛法五成,人成排在第一,乃是基础中的基础。 要想学佛,必须先从做人学起,说句不好听的话,连人间这些事都做不好的话,又哪里有资格超凡入圣,跳出三界外呢? 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念成佛带你一起修禅悟道。